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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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胡说八道电视台的最后一次广播 不不不不 在嘟嘟嘟的最后一次广播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呢 然后天气呢好好 有点舍不得那怎么办呢 你说不走吗行吗 行 那行了那我一会把他们送到机场 那我再回来了啊 那你们要安排我的处的地方 那胡说八道电台呢 今天呢要采访每一个成员 那最开始呢 就是我们的美丽的黄林小姐 来 终于上镜了啊 等了好久终于上镜了 终于轮到我了 那作为那个胡说八道电台的第二主播呢 我也是真的 在今天的话我就觉得心情非常沉重 真的挺舍为他们走的 那怎么办呢 我能不能跟你们走啊 可以啊 行吗 我都不走了你还留下 你还走什么 我的心就跟着你们已经飞上中国了 那我就期望着2009年快到快到吧 2009快点到吧 让我跟你再相聚再一起 谢谢 谢谢 OK 哎呦说得太好了 真不愧是我们的二号主播 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呢 第二位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最后压轴的嘛 然后第二位呢 就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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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昨天一分钟的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是 哎呀 没事 没事 胡说八道式的市长 哈哈哈 太可爱了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我 我 这就是胡说八道 啊 这就是胡说八道 你快回来 我已经承受不来 我再回来 哎怎么下一段了 今天不行吧 一看没睡好觉 那第三位呢 是我们的昨天的那个 本来要当到市长的 结果呢被我们的叶市长抢先一步的 然后呢是我们的 记 总统吧 还当一记总统吧 哈哈哈 那不好意思说 胡说八道式的 总统 那不好意思说 我当不到市长 让我当总统了 你看看看看 谢谢我们王小姐的太记 乱是 乱是八道的 王小姐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好意思 那我的总统是假的呀 我还想什么时候当回正的了 我当总统的时候 你们给不给我那个 投票啊 有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说正经的啊 那个刚才我 我已经说过了 我觉得那个多伦多 加拿大多伦多 非常的美丽 昨天我跟我先生通电话的时候 他说 哎呦我看你说那么好 你是不是要留下来呀 我说是我不回来了 他说下回你带我们去吧 带我们去好好玩吧 我说没问题 现在有那么多朋友了 就是因为那个 所到之处我就觉得受到了这个 呃特别是华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觉得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感动 到时候你们回家的时候 回到祖国大陆的时候 到我们那个代表团成员的 每一个人的家乡的时候 他们一定也会热情的欢迎和接待你们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我们的季总统的发言 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然后下一面呢 就是我们的 又漂亮的 又温柔的 乌鸣小姐 来 你那受益于什么职务员 啊 受益什么职务 总统都完了还有呢 当个什么局吧 秘书 报退 从季总统的秘书 吴小姐 胡说八道记者啊 其实我对于你这种 稀里糊涂的精神是很欣赏的 因为大家都活得太明白嘛 压力很大 所以有时候 心里糊涂的也挺好 嗯 然后那个 呃 这次觉得特别的荣幸 然后也觉得很开心 在这儿一个星期的时间 七天是吧 还是挺糊涂的 然后那个 那个 呃 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大家 呃 可以明年一起到北京 然后就是做这个 你们第二季的这个活动 然后我就是 大家有一个约定吧 希望你们一定要来 克服一切困难 谢谢 尽快是我们那个胡说八道电视台的忠实的观众 忠实的fans 咱下约就是我们的 哎呀 这个行程这七天 非常非常紧张 然后呢 我们这个美女呢 一直陪伴着我们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整个团的团蜜 A的 团蜜 大家好 太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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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密 公司的密 私密 私密 对对对 私密 私密做什么呢 讲几句吧 小蜜 你管他讲什么 做什么就做什么 小蜜 小蜜做什么的 小蜜是不是一头猫 不是不是 小蜜有一会儿再解释给你听了 小蜜的意思 大会儿解释给你听了 来先先给我们听 看见哪一个镜头 看见哪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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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几句了 随便讲什么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我想大家解编的 我要跟黄总 给我留一个位置在解编 那我就有一年 半年时间在解编 然后半年时间在香港 对对对 要不就一年安排我过来上趟 就开开会议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谢谢 哎呀 还是我们的A了 然后50了 然后那下一位呢 是我们的这个帅哥 那然后据说呢 他对毛泽东的诗词 非常非常非常的了解 然后就是我们的 H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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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Handsome Boy 我不是对毛泽东诗诗 特别有兴趣 只不过因为我干这一行嘛 我是一个在中国 每个地方都跑过的 一个小人物 哈哈 那你们在北京 啊 如果要看到北京 你们肯定带他们去长城啊 对不对 但是知不知道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 谁知道 你们年轻的肯定不知道 啊 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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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夜总他们知道吗 你们住在北京 啊 啊 趁几个机会 我简单说一说 啊 啊 三十秒 三十秒不够的 三秒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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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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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啊 啊 不管你到居庸湾 八大林 或者是乌腾鱼 要经常我们这些旅游团 都到这三个地方的 都看得到不到长城非好汉 是怎么 是毛泽东写的 对不对 很多人以为 没有到过长城旅游 就是不思议的好汉子 对不对 你们是了解是解释 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出自毛泽东诗词 啊 六盆山 这就是寺里面 其中一句话 啊 这就是寺的 啊 天高云淡 望断 南飞燕 不道长城非好汉 啊 啊 距离行程二万 六盆山上高峰 红起慢卷西风 哦呦 近欲长印在手 何时过渡昌龙 其中一句话 都不道长城非好汉 哦 哦 是毛泽东写的 不好意思麻烦问您是 您是否婚否 啊 婚否 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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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就交给您了 好 好好好 我回北京就给他找啊 然后呢 下一位呢 是我们也是 哎呀 总是在那个时不长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位 也是我们的帅哥 然后呢 他用极其之标准的广东版的普通话 每天呢 就在跟我们交流 然后就是我们的 詹姆斯邦 嘿 你自己 詹姆斯邦已经来了吗 来了吗 正吗 试试了 这个是什么电台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电台 胡说八道有个主持人 他叫真的很胡说八道 哈哈哈哈 然后因为我的普通话呢 是香港版的 哦 每次讲 他都很开心啊 啊 一起就让大家 留一个美好的印象 特别是在加拿大 但是这次 这个胡说八道电台 一直 十多人来到 真的 希望他们很开心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然后呢 真的啊 我们的团圆呢 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呢 我们这个电视台的Fans呢 真的是 哎呦 太崇拜我了哈 我也各种的崇拜他们 那呢 下一位呢 是唱歌超好听 舞跳的超好看 人长得超帅 就是个子不打高的 我们的 王先生 有什么胡说八道 哎 让你说 好了 现在甚至我的心很矛盾 所以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的原因是 我虽然在床下都想起你们的原因 是不是要胡说八道 哈哈 虽然床下都想起你们的 就是你们辛苦了 因为我虽然床下很舒服 可是这几天呢 你们要跑来跑去啦 然后吃的时候可能不太习惯啦 不过没问题的 每一次我在多人多的时候呢 我都肯定会想起你们的 尤其是坐在车上面也会想起你们的 然后也希望你们安全的回去 说不定很快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了 所以多多保重 我爱你们 太煽情了 太煽情了 然后呢 最后这一位呢 然后是我们的叶先生 很辛苦 然后不辞劳累的一直在陪我们啊 给我们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叶先生呢 也对我们这个电台呢 也讲几句支持一下 哈噗噗噗噗电台嘛 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电视台 今天很高兴啦 就可以接待中国代表团 怎么多位朋友到我们家里来 我每一天也是渐渐静静的工作 新闻令你们开心 所以每一天我要带个省锁 为什么呢 如果做得不好我就上吊 所以还很好 还没有用就接着省锁 所以谢谢你们啦 谢谢 哎呦我发现啊 这个我们的fest 真的是越往后 然后这个关越大 越会胡说八道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我刚刚刚刚委任的 我们的胡说八道台的 第二把的副台掌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漂亮的权杆 嗨 大家好 我最喜欢的溜溜 她给我很多关了 谢谢 谢谢 她真是很厉害 看我们无论唱歌啊 做事都是很胖 我看好你 每一个在今天 他们每一个拿掌的 最初的创业 都是很 每一个都很胖 无论是创业还是 他们唱的歌都非常好 他们不做创业都可以做高强家了 什么 他们每一个都很漂亮 其实都是很 每一个都是智慧 跟那个美貌 都是并重 哈哈哈 谢谢 哎呦 我们的组件的奖 他真是太柔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台长 要陪到我们的大地道 所以呢 这一次呢 稍微最后一个 最大的一个贵宾呢 也就是我们的 胡说八道电视台的 副台长 汪主持 啊 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大家好 心情很沉重 有一句话说 有相聚就会有分离 这是自然的规律 就有分离 为了今天的分离 为了来日的更好的相聚 来日 不是来世 来日更好的相聚 嗯 真的这两天心情 我跟季总是一样的 心情很沉重 几天来相处的大家一起 真的 就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 詹米斯汪今天说了 什么叫非贝 非贝就是家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真的非常的赞同 OK 我们的家人 在地球村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我倒很希望 我离开的时候 我们把这儿的事业 把它做得红红火火 如果需要的话 我再次来里 我们来召开 几百人 几千人的招商会 OK 一下把市场轰弄起来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接受 咱们把女人湾在北美 好 轰弄起来 可以吗 如果需要教练的话 我马上飞过来 咱们把整个市场 给它轰弄起来 速度决定了 我们未来的发展 不要忘记3s简单速度规模 我们一条吧 还叫我们去了一下 还叫这个 给你一个 咕噜咕噜咕噜 哦 这个没问题 你们的需要 也是我的需要 也是大家的需要 也是公司的发展的需要 所以我们给公司的利益 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OK 我们的发展 也是公司的发展 公司的发展 也是我们的发展 我们把公司的发展 提供下第一位 对 但是别忘了 公司的发展 取决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加油 加快速度 这点是很重要的 教练全力以赴支持你们 好吗 好 好 越到后面越是精彩 这太专业了 绝对就是 像我们的博士说的一样 专业的销手大王 然后呢 这一位呢 他说他要当个导演 然后剧本呢 都写好了 然后呢 还是个画画的天才 然后 我们准备呢 在北京呢 然后办个个人的画展 然后到时候呢 请大家去参观 然后呢 这个呢 导演呢 然后呢 他呢 也是一直陪着我们 然后呢 给我们去做讲解 很专业很专业很专业 然后就是我们的 胡说八道电视台的 导演 胡道 改姓了 改姓了 他会不会是有机会 来 大家好 这次呢 我陪大家呢 经过这七天以后 有一种感觉 呃 发现了我们真的可以 成立这个 这个 这七八糟 啊不是 无说八道 哈哈哈 无说八道啊 那个电视台 那么现在大家都 一直认为 我推荐 我推荐 我是能做到一个 预导演 所以你们以后 叫我预导 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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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天呢 大家呢 好的话呢 多得不得了 非常好 我想听听现在有什么 批评 有什么批评 有没有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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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今天没有 谢谢大家 祝你们继续的旅途愉快 下一次我们 将来有机会的 再见面 谢谢 今天呢 我们会做多很多 那个好看的节目 满 好看的节目 把你那个什么 上网 晚上电视打倒 哈哈哈 然后呢 打倒 然后呢 09年呢 最佳的一部大片呢 也就是我们 鱼岛要倒的 对对对对 叫什么 叫那个 什么北京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不不不 总有一天在北京 嗯 然后呢 他会邀请我们 所有的那个活泛道电台的Fest呢 谢谢 然后呢 去当我们的这个演员 好 然后那个主角的竞争呢 大家有没有参加一下啊 反正我也要竞争一下了 谢谢 谢谢 然后呢还有一位呢 老师在那儿 哎呀 镜头里老看不见他 然后他呢 老师让所有的人 看见我们 然后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现在把这个主播的位置呢 交给我们的老刘 来 换一下位置吧 好 来来来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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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也上个镜头啊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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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感动 让我15分钟好不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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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吵话啦 哎 啊我 第一 舍不这么多美女要离开我们 哈哈 第二 舍不得六六 哈哈 我们那个网上电视做了五年 整个收视率还不够他一天的胡说八道电视台这么收 我就叫做收视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鼻子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糊里糊涂 糊涂 糊涂 的想法 好 女女继续留意 在北京 我希望你能够 Coment 继续胡说八道 继续胡说八道 09年北京奥运推荐 三年还有一年 我举办的 09年北京奥运推荐 好 我们就在所有 加拿大人中国人 在北京参见 谢谢 很开心 我的胡说八道电视台在多伦多伦的成立了 然后又一直一直在开播 我也希望在我今后不断的努力下 让我的电视台的收视率 蹭蹭蹭蹭蹭 往上涨 伴着我们的非北伴着我们的非凡的业绩 一直蹭蹭蹭蹭往上涨 到明年的时候 欢迎在座的各位去到中国去到北京 去北京参加我们胡说八道电视台的一周年的庆年 谢谢 没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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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